这几天,从世界过地传来灾变的事情,我们看着之后, 自然就生起,忧虑,学佛的同修都知道。 所有一切的变幻都是其余人性。 要想得到真正的安稳,平和幸福繁荣的生活。 一定是要正知正确。 如果知见有错误,行为有错误,必然感到这个恶劣不善的果报。 与字与它,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那么这种灾害,在佛法里面说的都是属于花报。 古报,古报更不肯是想。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必须知道如何自动。 也就是说,懂得怎样救自己。 主要一切与? 灾难来临的时候,生命不足以危险。 应该要看破,要放下。 直到将来的时间长 要常常想到 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聪明人 我们在讲经的时候 给大家报告过 在大乘佛法里 佛给我们说出 来世总共有十条路 是社法节 这个社条道路 我们如何选择 如何修得 这才是我们当前 最重要的课题 这条大道里面 只有佛道 菩萨道 是真实的 是永恒的 如果要想走这条道 最重要的发菩提心 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往生的条件 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单单单由一向专念 还不行 一定要发菩提心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是纯专念 是纯一大臣 那个地区 没有三臣 没有二臣 所以不发菩提心 于那个地方 就不能起感应的作用 而世尊 在观经里面 将菩提心 讲得很清楚 菩提心的体 本体 是至尘性 也就是真尘到极处 善道大师 教导我们 一切 皆是真实 心中作 这个意思 就是一切 都是以菩提心 为基础 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与菩提心 相应 都用真诚心 没有丝毫虚妄的 意念 架杂在其中 一心念佛 就是修的佛道 六根 面对着 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窝 遵循 三佛 六合 六度 那就是菩萨道 菩萨行 我们看着 徐徐多多 资讯的报道 粗无精心 所以发心念佛 修菩萨道 实在讲是 刻不容缓 一定要很认真地 去做 诸位只要肯做 感应不可思议 这一点 我想每一位同修 都体会到 这正是祖师大德 常常在 著述里面 提到的 众生 越是苦 越是有大灾 现在佛菩萨的慈敏 会格外偏重 在这个地区 因此 种种感应 就非常明显 我们很清楚地了解 不仅是自读 这个也是读他了 真有这么多人 以真诚心 来修许 明明当中 得祝福菩萨 龙天善神的保佑 这一个地区 都得福报 这个地区 可以幸免于灾难 所以真正发行修行 就是自立立他 就是真正的救苦救难 修学的过程当中 有疑惑 一定要问 有灾难 要懂得如何化解 昨天在讲习里面提到 一定要珍惜自己 过去生中所修的 善根 福德 珍惜当前的应援 善根 福德 应援 具足 无论修学 哪个法门 都不难成就 而尽宗的成就之殊胜 诸位 都很明了了 所以今天的念佛堂 非常吸引我 这个念佛堂 能够延续多久 这是现前 舍佛同修们的 缘分 别看大家了 发心 大家真正发心 延续的时间就长 正发九度 如果大家不发心 就地习气 老毛病 不能够改掉 还是随顺 贪嗔之慢 还是随顺 是非人火 正发就不能 救助世界 这个大灾 灾难 我们无法幸免 所以我劝勉 同修们 要效法 佛菩萨 学地藏菩萨 孝清尊师 学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我们学习 自己就是菩萨 这是佛法教学的正义 我们自己这样发心 这样认真 努力修学 才能得到 这一切菩萨 跟我们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你要问为什么 这个道理 就是易经营所说的 我也类聚 人以群分 同气相求 感应道教 这一定的道理 我们肯做 祝佛菩萨 也想做 他想做 耐乎 这个地区 众生 业障 甚重 所以 只要看到 这个地区 有人做 他必然 以本愿 为神加持 等于 他自己 也参与做 祝佛菩萨 硬化世间的 善巧方便 太多太多了 数字不尽 数字不尽 我们在经论里面 在传说里面 看到很多 所以我们身在 现在这个环境 跟过去不一样 现在灾难 敌尽了 过去想灾难 还远了 现在就在眼前 若不十分的认真 整个来不及了 去学佛的同学 你想应该 学佛这两个字 怎么讲法 我们要学跟佛一样 要学跟菩萨一样 真舍 真干 自然就会有 很好的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 确定很明显 很快速 真正是所谓 力感见 不是在一般平常时代 诸佛菩萨 明明加持 现在是非常 显著的感应 所以应当 群心群力 去做 做的人越多 效应越大 越县 所以今天念佛堂 有这么多人念佛 念得这么欢喜 我们看到 恒安为远 这是得祝福 明显的 后面 进入这个念佛堂 就跟佛菩萨的气氛 相接 相容 这一个道场 如法地建立 如果能够将来 在其他地区 也有这样的道场出现 完全平起私心 平起自己一切的欲望 真正的为佛法 为正法救助 为众生 消灾 免难 这是真实的功德 这段事情 断在我们自己 回心转意 真肯 学及为人 这个事情 就能做到圆满 纵然在世上不圆满 众生的业力太重了 我们这一点 道心 敌不过众生的毅力 这个世间 还有大灾难 现前 我们的心 已经到了 这真实 《楞严经》上所讲的 发意 圆尘 你就圆满功德 我的意思到了 力量 大不到 是不是 心有余 而离不足 你真有这个心意 你的功德 也是圆满的 我们在这个灾难当中 不幸 生命舍弃掉了 可是将来 有好去处 有好处处啊 所以 学这个生命呢 不足为习啊 这个无所谓的事情啊 学眼前这个生活环境 我们换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这是福 不是祸 凡复眼光里面看到 这是灾祸 为什么这样的好人不肠命 这样的好人还会遭难 是凡复的见解 而实际上 学这个身 得更殊胜的身 学这个生活环境 得更好的生活环境 这些道理啊 自实 我们总要清楚 总要明了 所以修善因 比一定的善果 造卧因 一定有卧报 因缘果报 真正是 好理不差 我们在这个地方 短短的时间 除了年教 就是念佛 念合堂的同修 发期 二十四小时 念佛 我希望同修们 要发心参与 这个机会 很难得 参加 这个发会 这个发会 就是真正的 护持道场 供养 供养 祝福菩萨 利益 利益 利益一切众生 不是夜局速得 夜局成就圆满过的 利益无别难 世间 反复 他看不出来 他不明白 稍稍稍稍深入精臟地 对这个事情 就很清楚 知道得很透彻 所以希望大家要努力 道成当然出家政务越多越好 黎默元居士明了 我们心里面现在都在求愿 希望佛菩萨加持 让真正发心修学的出家人 都能够狙击到这个道场 我们一起共修 装营道场 成就为一切苦难众生 消灾其福的愿望 我们一起从真诚心中去做 我们相信这个愿望会达到 从什么地方做起 还是一句老花 从真诚心里面做起 无量寿经的经题上 清净平等语 要从这个心做起 心的清净平等语 表现在外表也是清净平等语 这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远 清净平等语落实在四项上 这样念佛自然就有感应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